字幕提供 好,第二課呢,我們就來講 我們的手 碰觸在唱片上的位置 的運動關係 這樣子,OK 好,我們首先呢 把手放在唱片的內圈大貼紙 的高低直徑 然後往外畫 畫到唱片的邊緣 這裡面的這個空間呢 就是你手放在 唱片上的位置,這樣子 好,我們的手呢,就自然放在上面 然後碰觸 唱片的地方呢,為指腹 不是指尖 就是輕鬆的放在上面,這樣子 比較不是說這個動作 它就輕鬆這樣放 那你的手掌呢,也不用貼著唱片 也不用這樣貼 它差不多有一個角度 有一個15度的這個角度 就是微微的輕輕的這樣子 好,我一開始呢 碰觸唱片的時候呢 其實是,就是用這兩隻手指頭 中指跟無名指,會這樣子 然後後來這樣子 不好看,我就改成這樣子 改成這個動作 然後這個動作呢,凹久了之後 我的十指 會痠,會痛 我就改成這樣子 所以,可能同學們 在那個碰觸唱盤的時候 就是,你的手指 可能也會這樣改變 提供這個經驗給大家參考 好,然後呢 它的運動關係呢,就是 你放在上面,然後手就會黏住 唱片嘛,然後就 自然的這樣擺動 不用說去移動你的手肘 它是一個直的 這樣子 好,那主要呢 呃,施力的感覺呢 是在那個 手掌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 因為我們這個上面呢,這邊是 呃,沒有什麼力氣的 我們主要 手掌的力道都是在這邊 它有點像,就是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嗯,雞蛋 這樣子 好,就放鬆 好,去刷出這個聲音 好,這個東西 然後呢 一個好聽的大鼓啊 它必須說 去刷的時候 差不多維持在 5塊錢 的這個範圍 好,然後力道 剛剛好 好,所以一開始我們都 放慢動作去做 清楚去知道 它拍子撞擊 然後速度平均 然後速度平均 這樣去,這樣去刷 OK 好 那再來呢 如果說 要回轉唱片 或者是 或者是快轉唱片的時候呢 你必須呢 把你的手指 放在內圈貼紙 去轉 譬如說 我要找唱片 我要找聲音 好 我就按著這樣去回轉 就不會撞擊到唱針 就不會撞擊到唱針 因為如果你的手 去轉唱片的時候呢 很常發生的情形就是 手 放在外圍 你第一圈一回轉 其實就撞到了 好 那如果你放在內圈 你怎麼轉 它都不會撞到 OK 好 所以這一刻呢 就是放鬆的把你的手 放在上面 在這個 這個位置上 正確的位置上 然後放上去 然後輕鬆的去感受 5塊錢的位置 聆聽它的那個Tone 它的音色 輕鬆 然後手肘 都是直的 去了解它的運動關係這樣子 好